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岳父因遭报涉嫌侵害上了社会新闻版面 让他与老婆娘家之间的关系再次被翻出 他曾在节目上透露 因为习俗不同造成温序关系梳理 每年紧回娘家一次 在谈话节目中谈到岳父时 他也总是带着些许敬畏的口吻 称娘家是一门中烈 看得出和岳父之间不太亲近 熟悉 他坦言 妻子家过年时有个特殊习俗 他第一次回娘家时 竟然被迫要在爷爷面前下跪说吉祥话领红包 当初他跪不下去 还是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才顺利跪安 让他形容当时氛围 就像臣子向皇帝朝拜 事实上他给岳父的第一印象也不是很好 第一次见岳父时是因为妻子怀孕 所幸熊爷爷最终答应了这门亲事 让岳父有台阶下 要不然以他们家一门中烈 不知道要出什么事 李罗是台湾非常著名的男演员 不但在许多本土剧《易难忘》 世间情有相当精彩的演出 甚至于2011年也曾靠着 猛侠要辉获得第46届金钟奖男配角的肯定 2017年5月 忙着宣传新戏的他表示 戏内对女主绝爱的大方 戏外自己追女仔也很直接 当时有人将熊佳杰介绍给他认识 一得知对方在当模特 个性乖又文静 让他忍不住直接冲到工作现场赌人 还时不时地拿着手中的奔驰车钥匙 在手上晃啊晃 但没想到熊佳杰不但完全没发现 反倒是其旁边的女同事 眼睛看得发亮 随后 辽妹很有一套的她 对熊佳杰展开追求攻势 不仅直言 在一起吧 甚至还传简讯说 我就是你老公候选人 另外 她也常常上演温馨接送情 一同出国旅游等戏码 最后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就让她顺利把熊佳杰娶取回家 但婚后 两人却没如期幸福 当年他们如愿结婚后 夫妻俩却为了性事和教育问题 常常闹不和 据说 李罗常常向有人抱怨婚姻不幸福 原本她希望能趁体力还行的时候 赶快再拼个儿子出来 但熊佳杰却认为 自己要带小孩 做家事已经很累了 真的没力气再办事情 因此她说 为了小孩 我们两个还在努力磨合 人们都知道李罗的欲望很强 婚前曾和演员李方文 有过一段情的她 分手后 曾与对方同台上节目 两人不但在节目上 互夸对方床祭了得 甚至还笑说 当时为了庆祝分手 所以后来两人 又多睡了一晚才舍离 虽然这些都是往事 但听到这些话 由老公嘴巴亲口说出 熊佳姐还是相当不高兴 另外她还透露 有时因为害怕李罗 在节目上报夫妻房事 前一个晚上都会来个条件交换 跟老公炒饭 不过她也抱怨 有时明明前几天才办过 但李罗却总是会说 归年隆无 据说 夫妻俩除了性观念不契合之外 在孩子的教育上 也出现不同调 女儿小学二年级时 李罗希望女儿 能赶快去补英文 但熊佳姐却认为 虽然退步 但等到真的跟不上 实在补就好 还有一次 熊佳姐因工作来不及 请人帮忙带接小孩 没想到事后李罗不但大发雷霆 甚至夫妻俩还冷战了一个月 他们不会在小孩面前吵架 为了小孩还在努力磨合 李子嫣是李罗和熊佳姐的女儿 目前还在读高一 虽然还处在青森的年龄 但完美继承了明星父母的高颜值 16岁的她 显然比同龄女生显得更加成熟 2020年2月 李罗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女儿居然瞒着她去参加选秀了 还称自己发现情况不对后 向家人一打听 才知道她是全家最后一个知情的 她解释 女儿之所以不告诉她参加选秀的事 是因为自己一直有点反感 女儿接触娱乐圈 主要是怕女儿被骗了 后来得知 女儿接触的唱片公司比较靠谱 这才稍微安心 之后她和女儿就此有过一次长谈 让女儿千万不要摆出新二代的架子 因为路是自己选的 她不会过多帮忙 据了解 李子嫣14岁便有了进入娱乐圈的想法 然后也顺利成了某公司练习生 现为女团 Pro61X的成员 凭借亮眼外形 一出道就备数瞩目 日前 李罗和爱女一起上节目 命运好好玩 期间她不停参笑 被主持人何篤林笑亏 何待老婆来时完全不一样 对此她叹言 女儿就是家里合法的小三 但女儿出来心情很愉悦 但老婆出来是诚惶诚恐 爱是一定爱 但中间又掺杂一种敬畏 还透露父女坚有很多亲密的小动作 并当众还晒出女儿小时候和她点三下的影片 原来李子嫣三岁时 父女会互相在对方手心上点三下 象征我爱你之意 还不是因为当时很多天灾人祸 自己便对女儿说 万一有天父女俩走失了 会有一天爸爸不在 过了几十年 突然有人握着女儿的手点三下 她就会知道那个人是爸爸 说到这里 李子嫣忍不住流泪 她言至今仍非常害怕生离死别 之后李罗加玛爆料 小时候只要有人夸女儿长得很高 很漂亮 以后长大会当模特等等话语 李子嫣都会闷闷不乐地回答 我是矮冬瓜 事后她私下询问爱女为何这样说 女儿称 只要我不长大 你就不会老 让她倍感窝心 她还曾经跟李方文有过一段旧情 当年两人的恋爱 曾让许多人吃惊不已 他们曾在分手后 一起出现在综艺节目上 大聊男女之间的情势 还在节目上互相称赞了对方的能力 2018年1月 李罗出席友人餐厅开幕剪彩 其中就有旧爱李方文 当年他们分手后 一直持续维持良好关系 戏剧上也不时有合作 被问及岳父涉嫌侵害女童遭判刑的事 李罗虽面带微笑 但却语带无奈 表示不愿再提及此事 以坦言 最难过的是老婆雄家节 他还与王世贤因旧爱夜欢翻脸 在综艺大集合 寿星大发单元 谈到当年好兄弟王世贤 因一场误会形同陌路 让他不禁红了眼眶 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被他的真情流露感动不已 他表示 当年自己与王世贤一起在民事演戏 就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尤其一档春天后母西 他演王世贤的亲舅舅 更让两人有情比亲兄弟还亲 接着又在亲戚不计较病局作战 一起为民事立下不少汉马功劳 不久两人就有机会到外面发展 于是便说好要共进退 一起离开民事到外面闯天下 不料却起了戏剧变化 立罗因故无法离开 但讲义气的王世贤 却真的背起行囊 毅然离开民事 而且这一走就是两年多 才返回民事主演叫好又叫做的八点档 不聊情 从此 他们的友情便开始变淡 不过 这段故事除了当事人外 几乎没有人知道 要不是这次李罗在寿星大发中说出来 恐怕很多人都还不明就里 事实上 制作单位在与李罗沟通节目内容时 就打算邀请王世贤来节目现场 与他化解误会 不料 王世贤却以录影当天 要到台中参加工地秀为由 婉拒制作人浩子的盛情邀约 尽管他的理由充分 但许多圈的人却表示 他不愿为李罗庆生 恐怕与现任女友叶欢 曾是李罗的最爱有关 提到李罗跟叶欢的一段感情 就要从两人在八年前 一起拍摄公式连续剧 《颜天儿女》谈起 当时 叶欢在戏里与霍正齐 是一对青梅竹马 但李罗却从中作梗 硬是抢走了叶欢 没想到 下了舞台换下戏服 李罗跟叶欢 竟然真的谈起了轰轰烈烈的恋爱 据说 李罗当时与叶欢陷入热恋 对他嘘寒问暖 两人还曾穿着情侣装 在南京东路上神情愉悦地 十指紧扣一起出游 而被眼尖的记者拍到 有人推测 这可能是兄弟翻脸的原因 李罗也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 父亲去世时 他砸了两百万板厚石 让父亲风风光光地走 他虽然在演艺圈没有大火 但也一直活跃在娱乐圈中 自然掌握着圈中不少资源 还表示相信女儿的能力 女儿也不想带上新二代的光环 一家子都挺正能量的 祝愿她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永远幸福美满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